HELLO 各位学习以及球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去打高抛球 打高抛球必须要知道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也就是球杆的选择 一般球友在球袋里面摆放的是S杆 S杆的角度大约是56度 当然你可以选择去购买58 60度 甚至62度的都可以 但是不要紧 就是选择你球袋里面 干面角度最开的一个球杆 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当你选择好球杆之后 你可以把角度摆放下来时 必须要让干面摆放得更开放的一个角度 让干面残线更开 让角度变得更大 第三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握杆 我们不但干面开放之后 我们的握杆要去注意 并非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握杆之后 然后刻意把你的手往右边转 让干面像是呈现这样子的开放 所以干面开放是让你的干面摆下来的时候 事先呈现开放的状态 然后再用正常的握杆去握住球杆 这要非常注意 很多人在干面开放的时候 以为摆下来正常 然后干面开放用手去转 所以应该是干面先摆开放的情况下 然后再去把你的握杆给握好 而第三件事情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握杆的方式 要去试着去让握杆变得弱势一点 所谓的弱势就是我们的手势 右手会是往比较偏向于左边 虎口的方向往左边指向这里 因为当我们在握杆握得比较弱势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干面都尽量在开放的情况下 去触及到球 这个概念就像是 如果我现在让我的双手握得比较弱势 比较夸张来讲 两只手完全都已经翻到左边了 那这样子的上杆会让干面非常的开 甚至在下杆你去做释放的时候 你的干面都还是保持是开放的 所以这也就是相对的 为什么有些人握杆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弱势 也导致在全挥杆的时候会打出slice的原因 因为握杆握得比较弱势 会让我们在全挥杆一个正常情况下 比较难去做干面回正释放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在打高抛球的时候 是刻意要让我们的握杆变得比较弱势 可以保持干面是开放的 比较不容易会去让干面再去做关闭 因为如果关闭盖起来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打高抛球 第四件事情是打法 我们的站姿可以站得比较宽一些 身体压低一点 主要的设定会帮助我们 把球杆也变得更比较压平 压平的动作也会让我们的挥杆的平面 会变得是比较像是接近扁平的一个情况 并不会有太多的陡峭的一个动作 可以去感受到 会是比较是绕着这个身体的一个方式 那最重要的是打法 所以在打法上面 我们的干面打开 过干面的弱势 球位可以自终就可以了 要去让自己的干头 能够先超过手的感觉 也就是当我们在下干的时候 我们的手大约好像到了肚子前面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会停止 然后让这个干头能够通过 通过球 通过我们的手 把球杆给掉起来 但当然实际情况 我们的手还是会继续前进 不过要去试着去感受 我们在下来时 是让干头能够很浅平的 丢过去 丢过去 像是这样子 接着就是我们的重心 放置中间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有太多的重心转移 不用刻意把重心压在左边 都不用 就刻意把重心放置中间 专注在你的干头的重量 能够让它往下丢 通过去 去刷到草 丢到草 我现在这边到最近的这一只 旗子距离是20码 那到果领边大约是15码 所以我会打一个高抛球 落在前面 让它飞过去这个沙坑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再总结一下 我们会先把我们的干面打开 然后呢 再握干握得比较弱势一些 球位置中 然后注意 让这个干头能够是通过 手好像到我们肚脐的位置 就把干头丢过去 往下丢 OK 然后重心放中间 这个大约是 这是20码的距离 好 我们打一个高抛球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球非常非常的高 距离有点不太够 所以我就必须再打一颗大力一点 所以一样我们再一次 OK OK 所以直接落在棋子后面 我们在打高抛球的时候 主要的目的通常都是为了越过障碍才使用 也许大家没办法在击球的时候去感受到好像停到肚子在丢干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实际上当然手会继续前进 在这边教练教各位一个方法 如何去感受干头能够自然的带过去 所以各位在练习这个高抛球的时候前面的设定都是还是一样的 那主要注意就是让你的手腕跟手臂完全的感觉是好像是放得很轻松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在上下肝时你的手臂运用你的手臂去这样子摆动晃动时 你会去感受到那个肝头好像是可以去靠你的手臂去甩荡过去 去这种甩荡过去的一个感觉在上面 所以各位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感受肝头去用你的手臂放松的情况 让肝头能够先超过你的手去丢出去这个肝头 而去产生很柔很柔轻柔的一个高抛 好那在这边现在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这样子打出去的球会更柔软 好所以呢前面设定都一样 然后我这个动作现在是变得更好像比较夸张一点 比较放松手不用去刻意拼住 让你的手弯弯的放松 去感受这肝头的重量 OK 所以会像是这样子 放轻松摆动甩动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球其实是很柔的 它是直接应该喷超过镜头以外 掉下来它是一个很soft的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教学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按赞加分享 还有追踪我的粉丝传以及我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